待會練習 除了REPT之外 關鍵的地方這個要鎖一下 另外第二個就是LEN 這LEN 你可以上面看一下這裡面幾個字 特別注意 它是算不管中文英文 數字都算一個字 所以我們可以在這邊插入函數 找到文字裡面的LEN 所以其實 第一個選類別 第二個選按照英文字母排列 因為它L開圖 所以LEN 按確定 那它會問你 所以以後的話你慢慢習慣 要看懂它問你的問題 如果是Test 其實就是要給文字 比如它剛剛還有另外一個 像REPT是什麼Lumber Time Time 10的話就是次數 那一定要給它一個數字 那其實我是覺得它這個地方比較麻煩 就是它前面這個 參數的名稱 它都沒有幫你翻譯成中文 所以有的時候啦 其實你也不用太 就是說慢慢要習慣 反正你只要看懂它的參數 要給什麼東西的話 那基本上你慢慢就會懂得怎麼去使用 所以文字給它一下 這個文字 給它了 那你會發現呢 它就會把這個資料 帶到這裡來 然後會在右邊顯示給你看 是不是這個啊 如果是的話那沒問題 那特別注意啊如果是文字的話 前後 一定 會有雙引號 OK 不管是 以色列裡面的公式也好 或者是 VBA也好 反正是文字前後都有雙引號 如果前後沒雙引號喔 那就可能是數字喔 那數字跟文字是不一樣的東西 在以色列裡面它認為是不一樣的東西 好那這個地方特別注意它幫你數 從H數到最後一個4 總共10個字 所以它回來就是告訴你 裡面有10個字喔 所以按確定之後的話 它會把這個10有沒有 丟到這裡來 所以會顯示出來 就是10 OK 而且這個10喔是數字喔不是文字喔 那你把它向下填滿 你會發現 這兩個是錯的啦 可能身分字號怎麼有11個 多一個字啦 錯誤了你可以把它糾正出來 第一個 那第二個的話呢 底下就mr1 mid 像這個性別好了 比如說性別喔 以這一題來看 這一題難度就比較高 那應該各位知道規則吧 身分字號的第二碼 它就是性別 也就是說如果它等於1的話 那就男生 如果它等於2的話呢 那就女生 可是問題來了 我們不是說要叫你有眼睛看喔 而是說我今天要用什麼 用那個 Excel裡面的公式 幫我 完成 自動判斷的動作 也就是說我今天 像就是給一個公式 向下填滿 那這邊性別就會出現 男或女 那首先當然 其實你可以分兩階段完成 因為 第一階段就是先怎麼樣 先取出 這個身分證字號的第二碼 特別注意喔 如果 你今天的資料 假設這個文字 你要的資料剛好在中間的話 記得用mid 如果在左邊用laps 如果在右邊 就用right OK 不過理論上我發現用mid最多 為什麼 因為其實有的時候剛好要的資料 一定大部分都在中間的機率會比較大 所以呢我們第一步就怎麼樣 在這邊先做取得 這個1或2的動作 那怎麼 怎麼做1先插入那個 函數找到文字 2的話呢往下找找到那個mid OK 那一樣啦 接下來你可以看到瓜阿吳 裡面其實他跟你要三個訊息 按確定 那其實你只要給這三個訊息 而且你只要看得懂 這三個訊息 到底要跟你要什麼 其實你就可以得到你要的 所以第1個的話呢 Tester Tester就是文字 就是這個 身份字號的意思 請你把身份字號先給我一下 第2個的話呢 star number star star是 從哪個字開始 那因為我要第2個字 所以你就輸入2就可以了 意思說你第2個字開始幫我算期喔 第3個問題是number chars 字元 意思是說幾個字的意思 我要幾個字 我要一個字 所以輸入1就可以了 因為我要取這個啦 OK h後面這一碼 那你會發現喔 取回來的資料喔 你會發現喔 前後雙一號對不對 那你取回來的資料有沒有發現 前後有沒有雙一號 特別注意喔 這個是一個1的文字喔 他跟什麼 跟這個1喔 有沒有相等 不相等喔 所以這一點可能要特別特別小心喔 按確定 取得1 但是文字1喔 可是第2個你想說 那這個地方我 不是我不要這個1或2啊 我要的是什麼 男跟女 所以怎麼辦 第2步喔 請各位注意喔 你可以再加一個邏輯判斷 那接下來的話 這個地方就必須要邏輯函數 那怎麼做 請你把公式 不包含等號的部分 先減下來 再插入一個 邏輯所以這個地方請你切換一下 剛剛是用文字現在用邏輯 邏輯裡面一幅 邏輯喔 什麼邏輯 把剛剛的 公式貼上 什麼邏輯 就是呢我取得第2碼之後呢 如果假如等於1的話 那就是男 反之就是女 OK 這個是邏輯喔 他會得到一個true true的話呢就是 知心這邊 比如說true的話就男 反之的話呢就是女 不過你會發現啦 你前後沒有雙銀號移開 他會幫你加啦 所以你其實不用加沒關係 但 至少要知道一下 因為男跟女都是文字 他會幫你加 但是你按確定之後的話 你會發現向下填滿 奇怪 怎麼全部都女生喔 其實主要關鍵的地方在哪裡 就是在 剛剛取得這個資料的時候有沒有 其實他就是什麼 他就是一個 這個 那有沒有等於 這個呢 其實在這邊他認為是沒有喔 False就是沒有的意思喔 那為什麼沒有 對啊因為他是文字 他是數字 所以呢兩邊 就不會相等 特別說這個還蠻常遇到喔 我發現很多同學沒這個觀念就完蛋了 啊怎麼辦呢很簡單 把藥布呢 就是 把 後面這個什麼 改成這樣子不就好 所以喔最簡單的方法 請你在這邊一一有沒有 加上前後雙銀號 這樣你會發現馬上變true 男生 有沒有按確定 向下填滿 OK了有沒有 所以喔 這個地方可能要特別 特別特別的小心 一定要加前後雙銀號 但是呢也有同學問說 老師可是喔 可是我有 有些狀況是這樣 我來的資料喔 他就是數字喔 他沒有辦法改成文字 那也就是說 我這個時候呢 前面這個md的結果 他會是這樣1 然後後面這個等於1 他又告訴我說啊這個不能改 這個不能改成這樣喔 這個不行 那這邊不能改 只能改這裡 那如果想說 老師有什麼方式喔可以把文字的1呢 轉換成 數字的1呢 有沒有那個函數可以這樣做呢 其實喔如果你們有時間的話 就可以 看一下 文字的函數 有沒有 這個功能 其實你可以發現喔 每一個 函數的下方 都告訴你說 每個函數能做什麼用途 那其實啦 當你這樣 慢慢看喔 你可以找到倒數 應該是最後一個 文字類裡面有一個value 這個時候你可以發現喔 我們剛剛的需求是 把文字資料 轉換成數字資料 value是什麼 將文字資料 轉換成數字資料 有沒有 那所以答案就是這樣啦 那怎麼做呢很簡單 你就直接怎麼樣 把 這個 mid 的外面 包一個value就可以了 我習慣是這樣啦 就是在 這個的外面 包一個value 不過這個可能要小心一點 就是你瓜糊的位置一定要對喔 瓜糊的話就在這公司的外面 那我是這樣 打一個value 你打個v 不過他其實還蠻貼心的 打個v他value就跳出來 那你可以點兩下 他會幫你加這個 value 前瓜糊 你只要再補一個後瓜糊 補在哪裡呢 補在這個mid的後瓜糊後面 這樣就ok了 這樣就ok了 有沒有 我們如果後面那個 後面這個就把它改改回來 這個就不用前後算以後 所以呢 把這個外面 包一個value 如果等於1 意思說這個 這個作用是 他裡面本來是放這個1 經過value之後的話 他就變成 這樣的1 那1有沒有跟這位1相比 相等 也有嗎 ok 這樣就ok了 所以特別之有 假如說呢你前面的資料沒有辦法 後面資料沒辦法改 只能改前面的話 那記得你可以用value 把它打勾一下 下下填滿 結果 一樣ok 所以這一點 請各位試試看 所以喔 特別之有value 所以剛剛重點 就是 在 這個地方 原來就true了 本來 要不就改後面的資料形態 要不就改前面的資料形態 那另外其他的我想請各位就自己列 像laps啦 laps是 前面幾個字 就插入函數 用文字類裡面的laps 然後 一樣嘛 文字給他 前面四個 那就3227嘛 這沒問題 那這個可能比較 比較複雜 這個可能還是要配合 那個什麼 邏輯判斷 如果是男生就是吳先生 如果是女生那就 張小姐 變成要把他放在這裡 怎麼做 這個想想看 那right的話呢 這個也可以是 那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試看喔 Ó